中国天津 乍一看 这里并不是建造世界上最豪华 最高的建筑之一的完美地点 但某家来自中国的公司 决定冒险一事 建造出高银金融117大厦 一座充满各种超级富豪 可以享受的一切的 独特而雄伟的摩天大楼 当时没有人知道 它会变成世界上最高的鬼城之一 也就是说 它将是一座 杳无生命 没有活动 也没有人的摩天大楼 一座甚至最后没人再次提起的大楼 世界上有许多超级无敌高的摩天大楼 第一座于1885年在芝加哥建成 现在最高的建筑位在杜拜 此外上海有一座 麦家有一座 深圳也有一座超高摩天大楼 高银金融117大厦 本应是史上第五高摩天大楼 该建筑于13年前开始建造 起初一切看起来都很棒 2015年 这座建筑达到了其预计的全高597公尺的高度 但随后发生了一些神秘的事情 在这座摩天大楼几乎快完工时 人们纷纷地离开了这座大楼 这整个工程至今仍未完成 该公司在2008年有了建造这座建筑物的想法 在那个时期中国许多城市都致力于建造出一些令人惊艳的建筑物 以便在世界舞台上奖战一席之地 高银金融117大厦本应是位超级富豪而设计的商业和住宅大厦 意大利和法国风的室内设计 马球俱乐部 辽阔的花园 这座摩天大楼的顶部 本应还有一座带有游泳池 空中酒吧和餐厅的三层菱形中庭 还有世界上最高的观景台 对能买得起这儿的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天堂 想象一下 住在这样一座摩天大楼的顶楼会有多棒 而高银金融117大厦 在从一楼到最高楼层通通都适宜居住 这座多功能摩天大楼本应有128楼 其中原本还有个把117楼变成商业空间和旅馆的计划 并预计将其中11层楼作为作业和机械服务使用 该建筑的高宽比为9.5比1 当你有这样一座又高又薄的高塔时 你必须非常小心 如强风等外力的问题 但摩天大楼的设计就是为了抵御这一切 这也难怪它的周围使用巨型支撑的架构 巨大的锥形柱和转移横架所组成 乍看之下 它看起来很棒 有着卓越的设计和独特的结构 但在该公司开始进行预售之前 相关部门需要对最终成品进行检查签字 这是所有新开发商都需要经历的过程 如果他们想在房地产市场获得并保有自己的地位的话 而在房地产市场上 中国只想要成熟可靠的公司 以保持高品质的建筑市场 当时建造这座摩天大楼的公司是中国市场的新建商 因此他们只得自行为这项计划进行融资 除非他们的每一栋建筑都完工 否则他们便无法回收投资 换句话说 这项计划对他们从一开始就很不容易 但他们只关注结果 如果他们能够顺利完成整个计划的话 那么报酬可是很惊人的 因此他们从2008年8月开始动工 虽然中国挺过了同样发生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但它多少还是对市场有所影响 这给这家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于是他们在2010年1月停止这座摩天大楼的建设工程 2011年情况有了好转 就在那时该公司决定继续他们的作业 将这座大厦建完 并且因为市场再次回升而准备对该大厦进行出售 但是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所有规则 该公司着实处于非常脆弱的状态 事态变得越来越复杂 2015年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危机 这次影响了股市 这一系列不幸的事件断断续续地持续发生 直到最后所有人都不再谈论这整个计划 还有一个问题是地点 这座摩天大楼建在曾经的工业用地 在这个地区实在没有多少有钱人能住得起这样的房子 该公司当时可能希望在建筑完工后会有人搬到这里 可惜这从未发生 整体而言 中国有着世界上最多的高楼建筑 这个国家有着1400座摩天大楼 美国以800多座高楼建筑位居第二 然后是日本 有250多座摩天大楼 2018年 中国是该年度全球建造最多摩天大楼的国家 共建出了88座高度在200公尺以上的新建筑 但由于发生了多起意外事件 导致高银金融117大厦从未成为焦点所在 如今它只是个人们在2018年后便不再谈论的幽灵大厦 这并不是唯一一个某建筑长时间为完工的案例 德国柏林的一座新机场原定于2012年6月开始营运 虽然这并不是第一个超过期限仍为完工的项目 但绝对是最令人难忘的建筑计划之一 当机场要准备开放时 检查人员却突然发现了大约12万个缺陷问题 例如某些自动门无法开启 还有消防安全问题 当局还注意到屋顶有点下垂 大约有17万公里的电缆 以错误的方式铺设 也就是说某些灯会开不起来或关不掉 专家们花了9年时间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该机场原定建筑后的输送量为每年2700万人次 2019年柏林另外两个超负荷运行的机场 有超过4500万名旅客来往 当局现在准备关闭这些机场 并将之与已经开始扩张的新机场进行合并 整个专案最初的预算超过82亿美元 但未来几年可能会继续增加 这个想法于1990年被提出 当局花了6年时间才找到建机场的合适地点 官方建设工程直到10年后才开始进行 这座机场的原始代码也需要修改 因为印度的一座机场已经先使用了这个缩写代码 但如果你在21世纪初时设计了一座机场 到了2020年甚至2020年之后 这座机场的设计是否能符合当代的旅行习惯和技术 而且这座机场也没有足够的空间 能容纳所有预计停放的飞机 尽管如此 这座机场自2020年起已对外开放 并不断地扩大 与此同时 波兰克拉科夫的一座高楼获得了骷髅的绰号 他昂首挺胸地屹立着 但他那未完成的躯体看上去确实像一具骷髅骨骸 它高达92公尺 是克拉科夫最高的建筑之一 该建筑计划始自1975年 但由于当时发生的某些问题 导致建筑计划戛然停止 这座高楼被遗弃了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换了几次拥有人 他常被广告看板所包裹着 幸好他并未一直处于未完成状态 2016年展开了新的重建计划 主要目的是将该摩天大楼 改造成现代化的半工大楼 现在他终于完成了 该大楼由五座半工建筑所构成 其中一座位于中心 其建筑师从1920至1930年代的建筑风格中 取得灵感 这座摩天大楼的顶部有一个露台 未来预计将在这座摩天大楼里 开辟一座 讲述这座建筑物历史的博物馆 还有一座幽灵大楼 这次的地点是在泰国曼谷 从外观而言 你会觉得这只是曼谷天际线的一小部分 这座摩天大楼至今已完工了约75%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其中很多内部结构 都不见了 它原本应该是一座豪华建筑 但现在它只是又一座被废弃的摩天大楼 被栅栏包围着 看起来非常的不安全 墙上满是涂鸦 也没有宫殿 这座建筑物处立在那里 提醒人们它原本预期的模样 并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城市探险家的注意力 当泰国的危机开始时 这座建筑便停止了建设作业 现在只有偶然路过的冒险家会来这里 欣赏曼谷和河流的壮丽景色